好,謝謝 謝謝 我們這裡,這裡,這裡 私家偵探公司 私家偵探,加很多搞奇蘭雜症 於一身 中醫,清潔,什麼都做 不是只私家偵探 我覺得都挺好玩的 這次是主要說 不是普通的偵探公司 就是真的幫人追女生 什麼奇蘭雜症都會做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自己追女生的經驗就應該幫不到這套劇 這套劇中追女生的手法更加豐富 試過幾次 差不多了 過了幾年三十歲 試過五次差不多 但是這套劇就很開心 真的可以跟吳嘉莉前輩 葉童前輩 泰保前輩 影帝影后級的前輩學習 但是自己其實有點緊張 有點擔心 擔心是什麼呢 擔心就是真的螢幕初吻 聽聞就是女主角盧偉敏 是 這方面有點害怕的 怕不怕 我不知道 有點尷尬 有點害怕醜 不認識的 本身 如果我跟Himmy相親就可能反而沒那麼尷尬 就是另一位男生 我跟男生相親 可能分一分鐘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男校大 我身邊全部男生圍著我會覺得好像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尷尬 但希望真的每天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見的了 可能之後熟悉一點就希望會更好 有很多的親熱 都不算很多的 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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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應該 應該都適可而止的 青亭點水 青亭點水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自從拍完藍牌女將之後 很多劇組都好像很想我脫衣 這樣 你這次也要脫 是的 無故事 其實無關的 突然間 在廁所出來都要沒有穿衣 可能大家都比較喜歡看 肌肉 現在不是要操嗎 現在也有保持操的 由那時候開始了 為了準備男排女將 到現在也一直操一操 這次有很多前輩 是的 今次很多前輩 壓力一定有的 但是反而是希望真的學到東西 專心一點 又不會說因為跟前輩同場 而自己很繁緊的影響發展 我覺得可能放鬆一點去做 因為其實這一套其實是喜劇來的 導演也叫我們說 你不如放開一點來做 就算真的over了 我叫你停才停 所以其實導演也叫我當作玩 我也打算當作玩